每天有数以百计的车子进出百货公司 但你有想过怎么停车最省吗 其实在当中有不少的诀窍 从拿到感应币 百货公司的停车费就开始计算 一分一秒过去 金钱也跟着流失 精打细算逛百货省停车费 不只要省还要省得很超值 像是电影票 看完电影票跟别急着丢 其实可以抵停车费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一张电影票有的百货可以抵一个小时 有的甚至可以抵两个小时 而且不只这样 消费在用信用卡免费停车的时数 超乎你想象 以这家百货公司为例 信用卡不限金的消费 最多可抵停车三个小时 如果在合并使用百货公司的集点卡 又多了一个小时 电影票一张票根抵一个小时 算一算就能免费停车五个小时 如果五小时停满了呢 回到地下室以车换个楼层停 再重新计算 连停十个小时 通通敏钱 一般来说百货公司停车 一个小时起码要五十元 停十个小时要五百元 如果善用信用卡 集点卡 电影票根 优惠之下可以全抵停车费 一审省了五百块 看电影逛街都算在内的话 对啊 所以就一举两得 请任何一家百货公司 常常一停就停了各把个小时 掌握省钱诀窍 省停车费其实可以省到全免 不是不可能 就喊最新许一林台中采访报道